我们现在要来做的题目是 一维正列的向量怎么做 然后它的加法怎么做 所以我就叫它 叫它Vector 因为向量的英文就是Vector 但是我们暂时写的是函数版 不是物件导向版 OK 看得到 这个函数版 我们就要开始来写吧 为了少打几个字 我还是call过来 通常这个我们都会用call的 各位如果真的要记也可以 但是很累 所以能够少打就少打 这个ThroughException 这在目前用不到 所以可以不用理它 那一样我们先宣告两个一维正列 但是 我们稍微修改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刚刚都用整数 那其实真正的阵列 不一定是整 就是以那个向量而言 它不一定是整数 通常是时数 所以我们还是用double比较好 那double OK 那我说 a 然后用s double s 然后就等于 这里 1 2 3 但是这里呢 你可能会碰到几个问题 第一个 因为它是时数啊 所以其实 其实如果我用整数的话 它可能形态会不相容 所以你加个点0 应该就会相容 所以这是一个解决不相容的办法 另外 有时候用整数 或许也不会出现太大问题 但是我习惯 还是 在时数的情况之下 我还是把它加个点0 那这边呢 也 4 5 6 好 好 这时候我们做两个的加法 对不对 那以一般的写法 我们就 就会 直接写在 就是最简单的写法 直接写在里面 但是我们现在既然会写函数的 我们就 最好是把整个东西都 函数化 那之后还要做物件化 那我今天先做函数化 所以我们 先做一个print 对不对 一样做print 但是这时候比较简单 比刚刚更简单一点点 为什么 因为刚刚是 矩阵是二维的 现在只是一维的 所以其实 应该非常简单才对 那 这里 我就 不要用 x 就用a 那 避免各位搞混 那 当我这样做的时候 我做很简单 等于 i 等于 0i 小于 s的长度 哦 错了 我现在应该是a ength i ++ 然后呢 我就 呼叫print print 然后 ai 但是 最后最好用的空白隔开 不然你会发现 1.0 2.0 3.0 全部粘在一起 对不对 所以我就呼叫这个 好像有点错误 你看这里有错 我们看一下它的讯息 因为我没有回传值 既然没有回传值 就加个void 这样就没错了 那 以这个它有个 惊叹号代表 其实有一个问题 但是它说 the local available why is never read 那这是正常的 因为我们程式还没写完嘛 从来没用过的变数 确实会有警告 那接下来我就print一下 这个比刚刚那个简单 因为我发现我刚刚 一下跳到矩阵太难 我们稍微补一下这部分 好 那这样子就印出了两个 正列 这里最后我觉得我应该再补一个换行 否则的话呢 两个会粘在一起 那这样子就好 那就123456 OK 那这是印出来而已 接下来我们如果要做它的加法 其实跟刚刚矩阵的加法很像 但是更简单一点点 原因是因为我们只有一尾 OK 好 那这个的做法就一样 ci 等于 ai 加上bi OK 就好了 所以 比 印出来更简单 所以 在这里 其他讯息我就不印了 那我接下来就 Z Z 等于 new int 我这个叫double double 几呢 3 对不对 因为刚刚那个是3 但是 如果你这个修改了 这边也要改 那一个更有弹性的方法是 我希望它跟S的长度一样 那我就写X.length就好了 这样子它就会跟S的长度一样 比如说我新建一个double的阵列 它的长度就是S的长度 OK 那 这样就OK了 那这样我就可以呼叫add S Y Z 好 这样的结果 弄一下 哦 我还没印耶 对不对 所以我 我只有两行 这样子看不出来 但是其实你可以用观察 你如果 在这里设中断点 那其实你可以在 Eclipse里面像Visual Studio一样 就直接观察它 但是 但是Eclipse的观察 没有做到像Visual Studio那么好就是 我们还是用印的 好 这个先拿掉 OK 好 这样子印出来 123 456 那579 OK 这是对的 那 接下来呢 我们刚刚讲的内积 内积 内积该怎么做呢 其实内积就是向量的相乘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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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叫multiply 但是 一般来讲我们会用点符号代表 所以就用DOT DOT DOT 那但是它两个向量内积出来是一个数字 所以 不是一个阵列了 那我干脆就用传回值来传回它 那这样子 反正就只有一个数字 反正就只有一个数字而已嘛 用传回值传就好了 那这时候我就一样 我的程式还是得要对每一个做一次 但是做的时候呢 我先 Abo 结果值先开始设成0 然后 加等于 Ai Ai 乘 Vi 这样子出来的结果 就会是内积 怎么说呢 来 我们执行完 再来解释 好 这样子 我传回了 内积的结果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内积结果 应该是怎么样呢 我以X跟Y做内积好了 那我用R代表这个内积 不要用R 我用SY 这样子 代表它是内积的结果 那我就用 DOT SY OK S DOT Y 等于 我觉得用这个符号 用那个点好怪 好像物件导向 就这样吧 就这样吧 有错 看一下 对 有时候 会忘记 在Java里面 请用加 这里还有错啊 print 对 不是这个print 这样才对 print 现在是呼叫这个函数了 我们不是正列 我们不能呼叫这个函数 我们是要 一出来 好 所以S乘Y等于32 为什么是32呢 1乘4等于4 加上2乘5 等于10 加起来14的 加上3乘6等于18 14加18就是32 所以没错 也就说 这个乘这个 加上这个乘这个 加上这个乘这个 结果 就是它的内积了 那我们的写法 就像这个样子 就 不是这个 是下面这个 像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这有点像一个 再算总和的程式 对不对 但是它的总和是 根据每一个 每一个元素 乘起来再加进去的结果 这是内积 那这一个程式 我先放上去 给各位看一下 那各位研究一下之后呢 我们待会 待会 像这种东西 算是矩阵的基础 那你要写矩阵 也比较有可能 所以我先把它放上去 那在这里 我正列 一无为正列 那我们这边先写一个 一搜寻的后面 在这里插进一个项量 好 那这是刚刚的程式 所以请各位看一下这个版本 再去看那个矩阵的 恐怕会比较容易理解 因为一下子进入到矩阵 我发现一定很多人会有问题 所以这是先向量的版本 各位看完再去看矩阵的版本 会比较容易 好 等会比较容易